这是蜘蛛侠放出的新预告最诡异的一个镜头 蜘蛛侠飞向面前的三个敌人 注意 电光人和蜥蜴博士分别朝向了空气进行拦截 为什么扑空 有三种解释 第一 电光人和蜥蜴博士都瞎了 看不见蜘蛛侠 第二 蚁人和黄蜂女秘密出演了 但变成了肉眼不可见的超小形态 第三 画面中本来有前两代蜘蛛侠 但他们被漫威批掉了 而后来放出的巴西版预告片 更是放大了批预告的嫌疑 结尾西博士的头还扭了一下 好像被谁扇了一巴掌 这 这也太垂了吧 那么问题来了 预告片可以批吗 当然可以 而且漫威太爱批了 雷神3的预告 雷神两只眼都散发着雷光 但在正片中 他有一只眼被刺瞎了 也是雷神3的预告 女武神拖着一张网 但正片中他拖的是雷神的披风 不得不说批得真好 复联3的预告 美国队长去抓灭霸的手 手套上只有两颗宝石 但正片中有四颗 回归正题 新预告这一幕 三重重矿的几率已经很大了 不然荷兰蒂一个人打三个boss 也是很为难 有人说 就算前两代蜘蛛侠会现身 很可能只是皮套演员 因为请回前两代演员太难了 荷兰蒂和安德鲁加菲尔德 都在采访中明确否认过 前两代演员会回归 而托比马奎尔现在已经犯吸引 这几年采访都很少 但再看看这只预告片散发的感觉 老板蜘蛛侠的号角日报主编 J.K.西蒙斯回来了 绿魔威廉达弗回来了 章语博士阿尔弗雷德莫里纳回来了 超凡蜘蛛侠二里的电光人 杰米福克斯回来了 还有一幕致敬超凡蜘蛛侠二 蜘蛛侠女友格温坠楼的戏 漫威大费周章请回他们 塑造那么多熟悉的前代电影场景 其实可以看出 这部新蜘蛛侠是在用最大的努力讲情怀 而对于所有影迷来说 情怀的焦点就是那两代演员 请回他们已经是众望所归 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